滚蛋吧 姚燕君 本节目由美赞陈兰真 独家冠名播出 37度母爱不断 乳叠蛋白领先天生保护力 感冒了 我听说宝宝离乳后身体就会很差 啊 那可怎么办 这下可坏了 宝宝又又又又生病 离了母乳就不行 Professoran 快来帮帮我 滚蛋吧 姚燕君 离乳后爸爸又生病了 应该先看看是不是吃的不对 可吃有什么关系 这救儿身体差 不要以你仅有的身高 量度我知识的高度 离乳后爸爸爱生病 是因为爸爸的免疫系统还不成熟 原本母乳中的免疫因子 能帮爸爸一起抵抗细菌 而离乳后没了这些保护 宝宝就会容易生病 这时帮宝宝把保护力再吃回来 就很重要 吹吧 保护力怎么吃 懂科学 育儿无所畏惧 就让马大夫告诉你 离乳后怎么将保护力再吃回来 离乳后帮宝宝延续保护力 一定要保证营养的多样和均衡 这些都是要吃的 其中有些营养对增强保护力特别有用 尤其是奶奶中能为宝宝带来天生保护力的乳铁蛋白 宝宝少生病 它的作用至关重要 其次要吃既能为宝宝带来保护力 也能为宝宝带来聪明大脑的MFGM乳质球膜和DHA 营养虽好 却太珍贵 想要母乳般的保护力 也要有母乳般的含量才行 所以在饮食均衡的前提下 也可以考虑选一款这些营养含量高的奶粉 为宝宝保护力充值哦 还有要及时补充铁和维生素 宝宝出生前会在妈妈那得到铁 可四至六个月基本就用完了 所以要赶紧吃 大部分维生素 虽然在果树中就能获得 但维生素D还是要额外添加 或者选一款含维生素D的奶粉 可宝宝这么小 很难保证每天能摄入每种营养所需的食物 适时选择一款贴近宝宝天生需求的配方奶粉 不但可以帮助平衡维生素矿物质的 还有助持续护航天生保护力呢 记得自己学会看营养成分哦 尤其是乳铁蛋白的含量 只有大鱼或等于330毫克每100克 冲调完才能到母乳的含量范围 好的 感谢妈大夫 例如这样吃 不理好身体 本人往南科学养娃建议如下 一 例如后 母乳中的免疫营养也离开了 而腐蚀中的免疫营养一时又没跟上 身体当然吃不消 二 例如后要注意宝宝饮食的丰富和均衡 特别是能激发天生保护力的重要营养素们 例如乳铁蛋白 MFGM乳质球膜 DHA与维生素 矿物质等 三 吃补很重要 选对奶粉也很重要 记得要看乳铁蛋白的含量 够高才行 谢谢Professor 兰 不用感谢我 虽然可以靠脸吃饭 可我就是看不惯漫天的谣言 滚蛋吧 姚燕君 我还要回来的 姚燕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萌新喝的奶粉是美赞成蓝针 当然了 萌新断奶后一直在喝美赞成蓝针 身体可健康了 我对比过好几个品牌 就它乳铁蛋白含量最高 还有MFGM乳质球膜 其他营养也很丰富呢 有了蓝针 我就不用担心宝宝的天生保护力了 我知道 我能跟你换点吗 走好 不送 感谢由贴近宝宝天生需求的美赞成蓝针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美赞成中国微信公众号 回复乳铁蛋白 了解更多宝宝天生抵抗力的秘密 入铁蛋白保护力 健健康康好人体 入质球膜营养多 防御力脑底 DHA IQ要飞 小脑瓜爸爸你 这些宝宝天生作绪 美赞成蓝针都给你 入铁蛋白保护力 入质球膜有魔力 DHA IQ要飞 美赞成蓝针都给你 蓝针蓝针 营养丰富 很联高 给宝宝天生所需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